上個星期六 猶太教的安息日 有一個穆斯林跑到了猶太教的教堂 Synagogue 說他自己有炸彈 然後呢 抓了一個猶太教的拉比 還有另外三個猶太人當人質 那這整件事情發生在德州 值得慶幸的是 所有的人質最後全部安全釋放 只有一個這個恐怖份子被打死了 那經過這個恐怖攻擊 主流媒體要我們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 Islamic Phobia 伊斯蘭恐懼症 非常的嚴重 而且我們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們現在遇到恐怖攻擊 好像真的就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概念 就是你知道這個已經是一個 穆斯林的極端主義在做的事情 你還是只能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 就跟我們對於有害的化學物質做出來的指甲油一樣 例如你的指甲油 如果是那種有添加化學物品的那種有害物質的那個指甲油 那要怎麼樣保護自己不被受傷害呢? 就是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在身邊 例如像說指甲油的話 你就要使用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 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漂亮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 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而且他們100% made in USA 所以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即將之後 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 就可以享受 10%off的優惠 Niji Nails的指甲油非常安全 就連小孩子都可以使用喔 好 那我一開始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知道 這個恐怖份子 絕對不會是一個白人 就算新聞上面很誇張的 說什麼 這個 A British man OK 一個英國的男子 還有 A man with British accent 有英國口音的一個男子 我知道這個恐怖份子 應該不是基督徒 應該不是白人至上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的嗎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說出來 如果這個人是個白人 或是基督徒 或是川普支持者 任何一個政治不正確的族群的話 你馬上就會在每一間報社上面 看到所有的諮詢 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啊 但是呢 如果說這個不是一個 政治不正確的人的話 他們就是要你用猜的 就是說可能是個白人喔 可能是個川普支持者喔 可能是個基督徒喔 或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線索就是他講話有英國槍 British national 這是他們形容這個恐怖份子的人的 言詞 英國公民 在 德州的 猶太教的教堂 把持人質 你想想看 如果說這是個中國人的話 會有多少 那個 Stop Asian hate 的弱智 會出來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批評中國人 你不可以批評習大大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因為這個犯案的人呢 是個穆斯林 是一個左派想要保護的對象 所以他們就處心機率的 不要讓這個事實跑出來 然後等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名字終於出來了 叫做 聽起來就不像那種 什麼 Lord Charles II 或者是什麼 Henry Spitz之類就是 普通英國人應該會有的名字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人會做出這個樣子的事情呢 他這個恐怖攻擊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呢 這種調查當然就會到全美國最值得被尊重的執法機構上面 就是FBI 他們的回答是 我們完全不知道啊 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完全不能了解為什麼他們會針對猶太教的教堂 我相信我們跟這個問題 他在一件事專注於一件事 而這並不關於基督的社群社群 而我們會繼續努力 找到目的 我們會繼續走 在這條路上 關於事件的規定 侵犯人是死了 OK 證明罪犯對於 某件事情很執著 但是這東西我不能說 而且很確定的就是 這跟猶太也沒有關係 跟猶太教也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說 我就自己上網去找了一下 這個跟所有的事情 都沒有任何關係的事件 到底是什麼 結果呢 原來是這個恐怖分子 要另外一個恐怖分子得到釋放 那個恐怖分子呢 是個女生叫做阿批亞 薩迪克斯 現在正在服刑 86年的有期徒刑 原因是因為她試圖要 要做恐怖攻擊 要殺死美軍的人員 還有FBI的探員 那薩迪克斯呢 是一位 蓋達組織的恐怖分子 如果各位不知道 蓋達組織是什麼的話 就是賓拉登的那一個 但是 這跟猶太人 沒有關係吧 對不對 跟種族歧視沒有關係吧 跟反遊沒關係吧 喔 As it turn out 薩迪克斯 在接受審判的時候 就是她被抓的時候 她開除了她的律師團隊 因為 她說 律師團隊裡面有猶太人 而且呢 要求 所有的陪審團 每一個人 都要有DNA的鑑定 來確保裡面是沒有猶太人的 這樣子的話 就會對她的審判不公平 那麼 我不是一個檢察官啦 我也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一個人 但是 以我這個非常不專業的人來看的話 這好像是跟種族有關係 好像是跟討厭猶太人有關係 但是 我們就是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樣子 Joe Biden 被問到這個恐怖攻擊 他的回答就是 我們沒有任何的足夠的資訊 還有證據來證明任何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他打擊那些聖堂嗎 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 我認為我們有不足的資訊 要知道為什麼他打擊那些聖堂 為什麼他打擊那些聖堂 為什麼他打擊那些聖堂 為什麼他打擊十年來的審判 為什麼他打擊 為什麼他打擊 就是很難懂啊對不對 我們的資訊就是不足啊 那個恐怖分子都說了他的理由了 然後那個蓋達組織的那個女的 也說了他的理由了 然後好像一切都很清楚 就是蠻針對猶太人的 但是 我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不能輕易的下定論 這個是Joe Biden說的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Joe Biden就是說 Kyle Rittenhouse 是白人至上 種族歧視 在沒有任何的證據的情況下 然後把這些東西放到他的這個競選廣告裡面 但是現在卻是所有證據都指向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情況下 他卻說證據不足甚至說不知道 那其實左派對於猶太人是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狀態 因為猶太人的確是歷史上不斷被打壓的 不斷被壓迫的一群人 甚至被針對性的屠殺 但是在美國的話 大部分的猶太人 長得卻跟白人差不多 那經濟情況的話 他們又是非常好的 甚至控制了很多 美國的這個產業的一個種族 所以說 左派一直不知道要拿猶太人該怎麼辦 要了解猶太人的文化 這邊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就是以色列又開放了 加拿美利旅遊公司推出來的行程 也全部都在裡面 埃及以色列的蒙福之旅 我們一直在提倡說 就是不要再害怕 好好的活出你的人生 不要再等什麼 那邊的局勢穩定了之後再去 疫情結束了之後再去 有錢人再去 退休了之後再去 我們的活著目的 是要活出更豐盛的人生 不是活出最長的人生 欸?Eason 你想不想去旅遊啊? 想啊 聽說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喔真的啊 好啊 那我們就要找一家 行程最棒的旅遊公司啊 我知道 我推薦 洛杉磯唯一專精 聖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迦南美帝旅遊 他們在三月份有一個聖地之旅 去以色列聖經中提到的重要景點 耶路撒冷的枯墻 耶穌禱 祷告的克西瑪寧园 坐船由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 享受漂浮的樂趣 去聖地旅遊回來之後 好多人都說 哇哦 我看聖經變成彩色立體的了 而且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 這次的行程 會帶大家去埃及的開羅 去一趟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所經過的 馬拉、以靈和騎駱陀登上西奈山 參觀世界上最古老的凱薩林修道院 並且還去參觀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華尼羅河郵輪 一邊看夜景一邊吃晚餐 還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詳細資料 請和加南美帝旅遊的Pamela 或者是Wendy聯絡 電話 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額有限趕快報名哦 AI NEWS的觀眾朋友有優惠哦 所以現在就打電話給Pamela 或者是Wendy 1877-737-9937 1877-737-9937 不知道你住哪一周 不管你是不是剛信竹 這一次你可以親自去一趟聖地 享受美食 看漂亮的風景 而且在神應許的地方 好好地休息 沉澱 讓回來服侍的時候更有動力 而且讓聖經看起來變得更真實 這次的截止日期 是1月31號 座位有限 所以大家趕快趁這個機會 去一趟以色列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世界上最大的問題 就是一群人睜眼說瞎話 一群人看著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解決問題的方法就在眼前 但是他們卻裝作什麼都看不見 而且幫這些東西找了一堆奇怪的理由 來合理化很脫序的行為 只要跟隨著他們的政治目的就好 沒有一個人在用基本常識來過生活 就是左派這群人 例如像說性別錯亂 性像錯亂的人 我們應該要告訴他們說 或許你的性像 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或許你不需要過這個樣子的生活 或許你的生活是可以很有意義的 你的人生是神有給你的命定的 加拿大 我們這個北方的這個鄰居 我來這邊先說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加拿大人的話 你現在應該感覺到非常的萌羞 你的政府沒有把你當人看 沒有把你的小孩當人看 你們沒有自由 而且你們沒有任何反抗的跡象 你們就逆來順手去接受 所有這樣子的壓迫 加拿大 剛通過一條法律 全面禁止了Conversion Therapy 或叫做扭轉療法 轉化療法 性傾向治療 或是叫做性傾向矯正療法 就是如果說你的小孩說他是同性戀 你如果告訴他說 你想清楚再決定吧對不對 不是說你覺得你自己是同性戀 你就是同性戀 你或許只是被什麼東西influence到 你自己想清楚了之後 你再做決定吧 你這個樣子做的話呢 你就犯法了 如果你被抓到的話 試圖要改變一個人的性取向的話 特別殺你的小孩的話 那麼你將會被逮捕 而且呢 處五年的有期徒刑 如果你沒有去做 但是你只是呼籲大家說 有這個樣子的治療方法 聖經上有這樣說 或是怎樣怎樣之類的話 你也會被逮捕 而且處兩年的有期徒刑 你的聖經上面如果說 說同性戀不好 很抱歉 你要被抓 這個 最噁心的就是 這一切都是單向的 什麼叫做單向呢 就是 學校 政府 甚至父母 他們可以合法的 把人掰歪 就是把一個正常的人 弄成一個同性戀這個樣子 所有的LGBTQ的這個組織 可以試圖把任何人變成他們的一部分 但是 反方向的話就不可以了 就是違法的 正常的性取向的話就是違法的 這個法律不是說 不可以改變任何人的性向 或者是言論或者是療程 而是 不可以把人 變成正常的性向的療程 不只是性取向 OK 就連變性人的療程也是 如果說一個女生她想要變性 她想要去切除她的胸部 如果你跟她說 你應該要尊重你的身體 你生下來就有的身體 不應該被破壞 很抱歉 你這樣子你就犯法了 但是如果說她是一個普通的女生 OK 然後你跟她說 我覺得你應該是個男的 對不對 你的那個 個性很Man啊 然後聲音好像比較低沉 你當一個男的或許會比較好 你應該把你的胸部切除 這樣子就不算犯罪 這邊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 卻有非常多的父母認為說 他們有義務 要把他們的小孩變成同性戀 變成變性人 我們很多這些父母 長年以來 接受左派的思想 他們認為說 他們能為世界上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他們的小孩 變成LGBTQ的一部分 那你的媽媽說你應該要得到LGBTQ 沒有 我可以說她是誰我喜歡 但是 慢點 慢點 沒有 我的媽媽不在乎 我什麼事情 或者是母親 或是女性 她不在乎 她不在乎 如果我不是一部分 她會再納作我 因為我 你為什麼 什麼 我相信各位如果說跟我年紀差不多的話 是有很多父母是這個樣子 越來越confusing 然後像整個台灣的這個風氣 也都是往這個樣子的方向走的 就是正常的人的話你就是要被打壓 然後呢你如果是同性戀的話 你就是要被鼓掌 你就是要被鼓勵各方面的 反正現在就是一切都是以一個性的方式去過生活的概念 連那個小孩 如果那個小孩說的是我媽建議我要當一個正常的男生的話 可能警察swatting就衝進去了 把他們抓起來然後關個五年之類的 但是他說我媽正在把我洗腦成一個某個版本的同性戀 這個樣子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而且變態的一個想法 OK 但是呢這是一個被政府核准的conversion therapy 就是要來毀滅你的小孩 而且告訴他說這個是自由 自由就是放棄所有的基本常識 自由就是放棄所有的自我控制 自由就是隨便的放棄自己 自由的性氾濫 自由的吸毒 自由的摧毀家庭 自由的墮胎 自由的殺人 這個樣子就叫做自由 而且你放心 只要你支持著左派的政府 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所謂的壞事 一切東西都是主觀的 所有的道德 所有的文化 都是主觀的看法 只要政府說沒問題 就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國家 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人 遇到最大的問題 而且真正能解決這個東西的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知道真理是什麼東西 也就是知道 聖經上面在講什麼東西 也就是知道說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如果沒有真理的話 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扭曲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認識自己的identity 不只是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 而是要更了解說 神是怎麼樣看我們的 對我像說MyID這間公司 定期使用 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 MyID的面膜 這個特殊配方 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 皺紋 青春痘 粉刺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 設立這家高檔的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 對於人口販賣者的 惡行的警覺性 還有對於受害者的實質幫助 這些受害者 如果沒有被及時的醫治 然後幫助 重新回到社會正常生活的話 他們是我們不知道 何時何地 或是誰 會隨時爆炸的定時炸彈一樣 隨時都會爆炸 當你在MyID打Live購買時 使用折扣碼 AI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 全部都會幫助這些被摧殘的兒童 也有部分會來幫助 AINews來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面膜實在是太好用了 現在就使用AINews的折扣碼 還送價值25元的眼膜喔 所以現在馬上就去MyID打Live 來支持這間公司 然後也來支持AINews 更要支持這些被摧殘的受害者的兒童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也謝謝大家幫我禱告 那我現在還在隔離當中 得COVID真的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已經進入到第二個禮拜了 我預計下個星期一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我跟之前說的一樣 生病很不舒服 很難受 我甚至覺得就是 萬一如果我有打疫苗的話 會不會好過一點 因為其他的人都已經好了 只有我沒有好 但是呢好處就是我沒有死 而且我現在應該已經有一個 Antibody這個抗體了吧 那我在這邊也要呼籲大家就是 不要害怕 我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使命 我們有非常豐盛的人生 所以說呢 我們要起來去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不要害怕 感謝大家收看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訊主播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人說現代父母難為 也許您也曾經感嘆 孩子已經不像過去那般乖巧了 教養孩子 不是孩子聽父母的話就好了嗎 為什麼需要界限呢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 每夕時間3點半到5點 由愛與衝突和牧師工的兒童事工部負責人 陳倫瑜博士 要和您分享親子關係有界限嗎 這個新的主題將討論陪伴孩子成長時的界限問題 盼望這個有深度且具應用性的講座 帶領你我的家擁有更多的愛與和睦 千萬別錯過喲 也盼望您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參加 期待雲端講座上見到您 報名詳情請與愛與衝突辦公室聯絡 626-281-8419